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大酸梅 我是阿直 我是布姑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 其实没有呢 为什么? 因为我去打电动了 那这本你看了吗? 有看过吗? 这本我有看啊 因为这本我有买啊 那就行了 对啊 这样就行了 很好很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哪一部作品呢 阿姑 山与石玉与我 对 我还以为你会cue我 我没想到你居然是cue阿姑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比较喜欢阿姑啊不行吗? 我喜欢阿姑 可以啊 好了 没没没 我们今天讲的这一部作品呢 就是刚好会某种程度的呈先起后 连接到我们下个月的主题 那我总觉得好像大家就会知道 我们下个月要讲什么主题了 对啊 其实下个月 对 我对下个月的主题抱持着相当陌生的感觉 因为那完全不是我的 我的喜好跟领域吧 嗯 但是我觉得也好 就是多拓展一点 视线也好 所以下个月的主题书单 大部分都是酸媒提供的 不是大部分就是我提供的 好的 那不管怎么样 下个月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很享受 而且我觉得下个月的主题也非常棒 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那中间我有跟阿子说过某几部作品 我觉得是阿子的菜 尤其有一部 那我们大家就到时候就会知道了 那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部作品 就叫做三宇时玉与我 是 那这是一个你光是看书名就会知道他在画什么的一部作品 嗯 他就 其实 其实虽然他讲的很直白啦 但说简单一点就是 他里面是描述一个上班族 算上班族吗 二十几岁的年轻上班族 然后因为他还蛮喜欢自己去登山的 但是他并不是那种很硬核的那种 他是那种算是轻 这种他那种怎么形容啊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 那么去挑战重轴那一类的没有 他主要大部分还是 比较轻松的就是可能假日啊 有段时间就可以 周末周六就找个比较矮的山啊 他就这样爬上去 然后重点是 等一下哦 等一下不好意思 因为他其实也有走过重轴 也有啦 是 对 但我可以理 重轴其实并没有特别困难 要看那个在哪里 对对对 还有跟行程 是没错 但是我想阿子的意思 比较像是 不是那种你知道就是可能 二十几天的那种大重轴 然后可能在山上 二十几天的 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就是山上只有自己的背包 然后你就要背所有的资源上山 就是不是那么极限程度的 就是没有那么极端程度的登山 对 这样子的成的 他主要的话就是 大致上都是你可以就是在假日的时候 或者他偶尔请假一两天 就可以上去下来的这种程度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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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会自己带 自己准备好的那个登山伙食 嗯 然后就跑到山上去 开火吃饭 没错 然后看个书啊或干嘛的 而且他其实也不全部都是自己带 他有时候也会跑去那个山中 你们知道那个在山上有时候会有一些那种休息的 营地之类的 是 是 然后那种地方有时候会有公餐 他有时候会跑去那个地方吃之类的 嗯嗯 就是对 山与石与与我 对 重点不是在登山本身 重点是在山与石与与我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很好玩是 他的封面啊 他封面设计很有趣 他封面设计基本上女主角全部都是同一个姿势 没错 就是很好爽的坐着 然后开火吃饭 对 所有的封面都是用这个大致上都是这个姿势 只是里面的食物完全换了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 大家如果有看过封面的话真的蛮有趣的 真的 所以这部的重点就其实会偏向于一个单身女性 然后她喜欢登山 然后大部分其实是自己登山 但她也常常可能会路上碰到朋友啊 或者是偶尔也会跟朋友一起去登山 然后在这里面 然后他们怎么样去煮食物 就是如何在山上煮出好吃的食物 那为了要煮出好吃的食物 然后跟在这个时候享受吃东西 然后她有各种做法 所以就看她如何想办法去做出不同的食物 或者是先怎么准备为了登山的食物 然后跟怎么在山上吃东西这件事 就会是这一部作品最主要的看头 就是基本上她的主轴就是这样 是 对 如果要说的话没有什么特别 其实那个主角的行程啊 大家如果想要参考的话 现在有很多登山协会其实都有类似的行程 因为她的行程就是没有那么硬核 像她只讲过的没有那么硬核 是 是 那有可能请个两三天假就可以的 没错 没错 甚至一个周末 当然你回来就会很累 然后你要自己去上班 这对我们普通的宅宅来说 的确是有点硬核 真的 我最多只能露营 我可能没有办法到他们这种登山的程度 不过的确他们登的山 有一些其实也不会很久 所以我是觉得也还可以 因为包括主角 她也几乎大部分都是当天来回 大部分啊 大部分 所以其实她少数可以看到夕阳什么的时候 她也觉得非常的享受 就是难得可以在山上就是露营 然后看星星啊 看落日之类的 我就会觉得 其实我可以理解 因为你知道在城市里面充满光害 然后你到一个山上的时候 然后可以看到完全大自然的景色 我觉得那个怎么讲心情的陶冶嘛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个时候再配上个好吃的东西 就完全就是人间的享受 不过我觉得女主角这一个 其实已经做得非常的非常的精细了 虽然说在山上条件有限 她很多时候都会用罐头 跟我们之前讲过的料理作品来讲 她算是用现成的食材比较多的那种煮法 可是她的做的食物跟她做的工序 我觉得在山上已经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料理了 对 就是已经不是那种很粗糙 山上的料理其实有时候就真的只是 可能一个饭或者是泡面就丢下去 然后顶多再加一点料就这样吃了 这种比较常见 对 其实这样讲起来可能有点不好意思 虽然说阿子就是陌生 但我这边在N年前对N年前不算陌生 因为我父母会把我拉去爬那种大山 但是顶多两天 在我还是学生时期的时候 就是会被一个非常臭脸的被拉过去 对 所以我大概理解他们那种山友 跟在山上吃饭的过程 然后一定要有的 台湾一定会有的就是泡面跟咖啡 对对对对 比起茶来说咖啡更常见 没错没错 因为你这样绿滴滴下去就可以泡 没错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就是会有很多现成的就是肉干 啊对对 这种高热量高油脂 然后又轻又好带 然后又耐上的东西 然后又轻又好带 对吃也很方便 是 可是大家很爱share的 然后有时候我们参加那个登山协会 真的会像这部作品里面一样 每个人大部分就上去煮 如果你跟你的山友很好的话 这部作品里也有就是他们一群在山上准备煮饭 啊你提供这个你提供那个 然后我们煮了一锅非常丰盛的大餐 其实这种感觉也很好 真的我好想哦 可是都没有人陪我去露营跟那个 就是到时候去野餐 然后我们这部女主角也是这样讲啊 为什么独自登山 可能是没有人陪她 真的 就很想跟她说 哎你就是看一下这个景色多棒 然后可以找到人分享 然后另外也是吃东西这件事情 也是 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 你能够带的食材 跟你要准备的物品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么多样 所以即使女主角其实在先 就是要登山之前 她已经先做了很多道工 可以减少她要做的事情了 可是某种程度上 还是没有办法像一团人一样 可以带的东西这么丰盛 她们还有一次不是带那个红酒上去吗 我就想说超重 但是对啊 重点就是她们喜欢 就是喜欢就好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也有旁边有一个 类似走过的人就说 就是带那么重 还要带那么重上来 就果然是年轻人之类的 我在心里也想说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人家喜欢 人家愿意背 又不是叫你背 我就会觉得 哦真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享受 而且就是害我真的很想要 未来露营的话 有机会的话 我也可以就是买一个炉 因为我没有用过 我没有在野外用过火 所以我也很 希望未来如果可以的话 不然阿姑叫我 我不会 但是我都靠爸爸 对 我们家的确有那个炉 我看那个炉的时候非常的眼熟 跟那个便当盒 非常之眼熟 而且我觉得她很 因为之前还有另外一部作品 叫做双人单身露营 那里面就有很多露营用具 我觉得也会在这个登山 就是山与石与与我里面也会看到 我就会觉得你知道吗 它真的是一个坑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主角 也是跑去买东西 然后就是看到什么都想买 超大的坑 没错 又贵 都很贵 对 对 对 可是你就会很想要 你知道啊 就跟主角一样 就会觉得说 啊我好想要那个 我也好想要这个 这样然后就会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危险的东西 可是当你看着山与石与与我 然后你看着那个女主角如何 满意 然后copy她的行动 真的会想 我同意 我真的会想 祖她祖过那些东西 就是在山上或录影的时候 然后又让你觉得 好像做得到欸 对 对对对 感觉好像很容易 然后其实这部除了这种 关于在山 他爬山 以及在山上吃这些 怎么讲 看起来应该算美食吧 可是有时候也蛮随便的 但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大的一个地方是 就是他 他常常会以上班族的 内心吐槽 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他在爬山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想一些 工作上发生的事情 那就很容易上班族 就会跟他产生共鸣的那种感觉 也蛮好玩的 欸 其实这是真的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 单独去登山 或单独录影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 比起是去享受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 怎么讲 跟自我的对话 没错 这是真的 尤其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然后你身边最多就是一些 跟你擦身而过的人 他们没有跟你有太多接触的时候 你就是一边走着路 然后你会脑中浮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你会觉得它很杂 等到你到了目的地 完成了你的目标 然后在那里吃着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你又会某种程度上觉得 那些在城市中的东西 其实都不值一提 我觉得它的那个 改善心情的方式 其实是很有效的 就是我自己 尤其我在我之前走过的践行路线中 常常两三个小时完全没有人 所以我真的就只有我背包上的东西 然后看到的羊啊牛啊麻啊 比人还要多 大概就是这样 甚至很荒凉这样 然后三个小时没有人这样 走在那个路上 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 这种一人登山或一人去旅行的快乐 但是我还是要让各位知道 其实这样还是蛮危险的 假设你去的就是没有什么人烟的山 所以至少要让你周围的人 知道你去哪去几天 没有回来记得帮忙报警 救援之类的 这也是真的 假设你不想要抛弃自己一个人 独自登山的快乐 但至少要做到这个程度 让别人知道你去哪 这是真的 因为就算我当初走的 其实是一个他们那边 其实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 践行步道 只是要分很多天 因为它有150度公里 但是我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说 我跟你说去年那条路上 才失踪两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山客山游 因为也不算登山 比较像践行吧 就是旅人嘛 旅行者 游客 类似 也算游客吧 但是因为 游客会不太适合 因为游客有点奇妙的是 因为他要背着 他大部分是背着背包 然后走上八九天把他走完 所以 背包客 呃 背包客的概念不太像这样子 所以 反正总之就是像是行 刑者好了 我觉得比较像刑者吧 嗯嗯 然后 就是他说有两个 就是刑者在上面就是失踪了 我就想说 哇好可怕哦 这样那我一定要小心一点 因为真的很危险 我也有很多次想过说 如果我就死在这里 惨了我家人应该不知道吧 因为我也没有跟我家人说啊 但我都是知道 其实我们本作的女主角 光在第一集 你就看到她差点发生三难 我那时候觉得她 她有告诉她的家人吗 看起来没有欸 对啊 不会她是主角 她是主角 她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我们现实中 每个人总是有可能会发生各种意外 所以真的就是去山里面或去哪里的话 还是要跟周围的人报备一下 你的 我想到那笔小新的作者了 你说登山走掉这件事 对 对啊 虽然她再见了之后 我们还是很常看到大笔小新出新的 毕竟有那个嘛 就是版权已经在其他地方了 讲了一个地狱梗 狗妹 对对对 阿姑真的喜欢地狱梗 好啦 那那么其实 好啦 其实山里思域与我 并不是一个这么沉重的故事 老实说她其实 她反而比较像是一个日常小品 是 然后只是日常小品发生的场景 跟一般都市中的不一样 然后你看着你主角如何爽快地煮东西 爽快地吃东西 爽快地吃东西 爽快地登山 然后搭配上那个封面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它可能不适合你直接从第一本看到第十一二本吧 因为就是都 通知性太高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一样就是 这个月我说了我们这个月讲的作品 大部分适合上厕所看 没错 这也是一部适合上厕所看的作品 又来又来 没有啊 你自己想就知道 就是看一看 就是看个一话 OK over 这样子然后很享受 开心 然后上完厕所 然后不要在厕所里面不出来 就这样子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对这种类型的动画作品 大家会称之为泡面番 就是说你拿着平板进去厕所门 也不会特地讲它是厕所番 但你现在把这部作品称之为厕所避看 我觉得有点尴尬 真是的 不能说泡面面避看吗 我觉得叫它厕所避看 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同时讲它是泡面番 跟同时讲厕所避看 我就会觉得哪里不太多 好啦 那因为我不是拿来泡泡面的 那它也是类似泡面番没有错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地享受的 一篇一篇这样子看 然后不用一次看太多 但是是一部看起来很爽快 然后正能量很多的一部作品 而且女主角叫什么 日日也 那是怎么念啊 年美吗 年美吧 你好像是年语的年 她其实是个性蛮可爱的人 我是觉得像这种 只有一个大部分都是主角一个人的故事 主角的性格描述真的很重要 对 啊 没错 真的 就跟懒人的餐桌一样啊 懒人的餐桌那个主角很重要 个性也很有趣 虽然这个没有像懒人的餐桌 那个女主角这么嗨啦 但是她本人也是一个很欢快 然后很享受自己乐趣的一个人 很能自得其乐 所以其实光看她很自得其乐的 在那边爬山路啊 然后吃饭啊 跟其他人打招呼之类的 也是蛮快乐的我觉得 就是看似这部作品的两个骨干 是山 爬山的过程跟食物 就美味的煮 美味的吃 但其实更重要的架构这部作品呢 是可爱的女主角 因为只有她你才会看下去 她如果你没有办法因为她看下去的话 那那些山啊那些食物都没有用 没错真的真的 就是主角还是塑造一个有趣 想让人看下去的主角 还是很重要的 没错同意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这部作品就讲到这里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讲太多剧情耶 比较多像是个人分享跟 就是对于这部作品的感想 因为我觉得这部作品的剧情 这没什么好讲 对啊它真的就没什么太大的剧情 它只是偶尔 它会稍微提一下不是Sanny的事情 可能就是它跟他身边的朋友之间的事情 或者是它去干嘛 就是场景不是在Sanny 可能就只是在露营区之类的 它就只是会有 偶尔会有这样的张结穿插 但大部分绝大多数都还是跑到山上去吃饭 对 的确是的确是 就是这样的作品了耶 就很单纯 非常非常单纯 其实单纯也不是一件坏事 虽然我喜欢有张力的故事 但是不能否认是单纯也是一件看起来开心的事情 但我也没想到像这种张回式的到山上吃饭的 在日本里面已经出到16还是17集了 对啊 好多喔 台湾那边出12集 然后它有电子书 所以其实还蛮容易买到的 嗯 现代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小品 是不是 我是不是有说 就是虽然潮布性很高 不只是这类作品而已 还大部分是那种甜蜜的小恋爱作品吧 就是很简单 然后可能如果连续看个十几集会腻 但是如果只看个一两集会很舒服 然后他们都可以连载上20集 那个叫什么 若林黎米喔 有一个 啊算了没关系不要理我好了 反正也是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 可能几页然后都还描述哪一个学校里面一对CP 然后不同的CP这样子的故事 然后就是会让人觉得很可爱很享受 就这样overover一话 现在好像也蛮流行这样子的作品 就比较不用动脑袋可以放轻松的这种轻松小品作吧 所以现代人的压力是有多大 真的很大 我可以理解啦 我可以理解 好啦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那我们下个月就会是我们的 就是下一个主题 好啦对啦大家应该就知道啦 下个月的主题就登山啦 这样行的吗 你干嘛自爆日系 破锅子破摔 好啦就是这样 那登山的故事就完全 跟这个月完全不一样 这个月的料理基本上都是 比较轻松跟日常 那么下个月登山就是 宏大 人性 然后跟糾葛 但是又很正向的啦 又很正向的真的 真的相信我 相信我好不好 相信我 因为全部都是三枚的书单 所以大家就 是是是 对 因为阿祖我都没看过 所以可能阿祖我要先准备一下 我也蛮期待的 好的我也很期待阿姑来看我 推荐的登山相关的作品 这样子 其实我看过部分喔 你看过部分 好好开心好开心 好好好好 那么就这样子啦 大家下个月 那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来讲讲 我们下个月的作品 好啦 不是有机会 就是下个月就会讲 我们下个月的作品 就讲什么 好啦 真的是最近太多事情了 你累了吗 对我真的太累了 我脑袋中想着一堆事情 好啦 那么就这样子啦 大家继续就是 期待我们下个月的作品咯 就这样啦 这个礼拜五咯 记得收听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不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工作